国际人权体系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条约和公约 它们的起源都是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是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12月10日通过的 也就是现在我们作为纪念的国际人权日 起草宣言的委员会有18名成员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中国、苏联和印度 宣言有30项条款罗列出各个方面的人权 它适用于所有人 从他们出生的时刻开始 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 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两个公约 一个是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 一个是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样宣言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批准了这些公约的国家 承诺在国家层面保护、推动并落实这些权利 同时联合国创立了平台 在成员国中讨论人权 也就是人权委员会 2006年改为人权理事会 在理事会下 各国通过决议 参加普遍定期审议 接收报告和特别程序体系的独立专家互动 但是显然不是所有国家都履行保护免受人权侵犯的义务 直到1992年 联合国才设立了一个机构负责人权事务 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工作 这位高级专员是人权方面的国际权威 周游世界各地 确保政府和其他机构履行其义务 并且在他们侵犯人权时追究其责任 最后 有一些人是在地面上 从事保护人权的工作 即便因此而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他们叫做人权捍卫者 他们就是你们